四年的梅兰芳、孟小冬婚姻一开始也是琴瑟相合浓情蜜意的 这里有一张当年的照片 梅兰芳站在白墙面前 摆出一幅右手插腰 左手回扣翻腕朝外的造型 右端孟小冬竖写 你在那里做什么呀 左边梅兰芳答 我在这里做鹅影呢 亏一般而见全报 二人婚后的生活是很有情趣的 然而婚后四年的1933年9月5号到7号 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一则 孟小冬紧要启示 肇事着梅兰芳、孟小冬二人的感情 彻底破裂 这则紧要启示内容大致是 我与梅兰芳结合 梅家给予大房的名分 但是婚后梅兰芳含糊其词 名分顿失 种种纠葛导致情感破裂 特此公告戒除婚姻关系 请社会舆论不要胡误乱说 我将用法律武器捍卫尊严 梅兰芳、孟小冬二人的婚姻 究竟为何走到如此境地呢 最大的原因是孟小冬觉得名分丧失 当初梅兰芳是以尖挑之名 什么叫尖挑呢 就是一子顶两家 因为梅兰芳从小过继给了伯父家做长子 以正房的名分娶小她18岁的孟小冬为妻子 但是婚后的生活让孟小冬觉得 她在梅家的地位远远没有体现正房的名分 与二太太福之方相比 从未进入过梅家大门的孟小冬 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孟小冬与梅兰芳摊牌决裂 留下两句话 我今后要么不唱戏 再唱戏 不会比你差 今后要么不嫁人 再嫁人 也不会比你差 质地有生的两句话 却也断了自己的后路 此后余生二人再无相见 孟小冬也因这份决裂付出了代价 无名分这根刺 在他心中埋藏了近二十年 直到1950年在香港成婚 而拔去这根刺的人 是年过六旬以日落西山的杜雨月生 最后一旦